掌声有请王建国 我要认真被搞 不许打扰 任何人不许进这个门 然后我是我练一下 我最后一个多点 我打算正经 我肯定就这样讲 大家好我是建国 别的呢都不说了 大家肯定非常好奇 张老师这个腿到底怎么回事 来回舌一回 来回舌一回 上瘾了 我们真的 我还问张老师 张老师没事吧 这怎么这么严不严重 张老师说没事 就出去吃个饭嘛 不小心脚一碗又舌了 吃个饭都能把脚弄舌 你贪吃舌 谢娜姐怀孕之后 无心在快乐大本营调大梁 心姐真的非常辛苦 当时谢娜怀孕的消息 传出去之后 新闻都在说 这个谢娜怀孕了 怎么怎么幸福 张杰怎么怎么开心 无心自己在家里 看着新闻 一边看一边生气 谢娜怀孕了 张杰开心 还能有我开心吗 全世界 谢娜怀孕最开心的人 是谁你们心里没数吗 谢娜姐真的 人缘非常好 怀孕之后 大家就送了很多礼物 欣姐当然也送了 真的 送的暖水瓶啊 毛巾啊 都是坐月子用得到的 亲自送了一车 自己开车送去的 娜姐说说 哎呦 无心来了 无心 哎呦 送这么多东西 哎呀 收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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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无心你说 你送这么多 坐月子的东西 你当我这月子 要坐三年吗 真的吗 真的吗 胡说 幸福来的太多 那个娜姐 这种话 你不要随便乱说 要不你发个毒誓吧 你 我发了 造谣 林雪大哥 香港影视圈的资深配角 虽然是夸人 听着像污人 就是林雪大哥演过无数作品 真的 你看电影这个 放逐 什么林雪大哥那个角色 后来在电影里死了 复仇 那个角色死了 新宿事件 角色死了 你看人家这个角色刻画的 入土三分 所以今天见到 活生生的林雪大哥 特别不习惯 哎呀怎么还会动呢 你真的好奇怪啊 其实前几天 我对稿子的时候 就是我跟林雪大哥聊的 就是对的稿子 我万万没想到 人家林雪大哥 看过我们节目 而且竟然很欣赏我 我当时真的 哎呀人家演艺圈 老前辈很欣赏我 我这心里这个激动啊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能不能 我能换一个老前辈欣赏我啊 你是换了谁都行 你林雪欣赏我 那有什么用啊 我还很欣赏他呢 真的 小冬哥 小冬哥 这个我没有写出来任何一条 关于你的段子 就实在不太好写 所以就是这个 就在这里必须郑重的道个歉啊 小冬哥说你呢 你郑重道个歉来 再演一圈 混这么多年 一点动静都没有 你怎么你努力啊 接下来这个人 我必须隆重说一下 马景涛先生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人家的戏 我在这儿必须得 郑重其事跟人家打个招呼 马景涛老师 那个 您好 很可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们那个马景涛老师来 事先没有通知任何观众 为的就是 向你们兜售这个纪念品 一副普普通通的耳塞 就卖你两千块钱 就问你敢不敢不买 说了这么半天 我才发现有个事 没有好好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这一集啊 我的好朋友李大没有来 为什么没有来呢 有什么内幕呢 啥也没有 就是李大累了 真的就是累了就歇着 就是也不着急赚钱嘛 钱够花就行 我觉得他这个赚钱的态度很健康啊 不像有些前辈 红了一辈子 这么大岁数还来内地捞钱 我的天 对不起 家琳姐真的开玩笑的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针对 所有我从小 仰慕敬爱 崇拜的香港演员 我真的我很心疼你们 你说真的很心疼你们 就好几千万 好几千万的人民币 都混成港币 不少手续费吧 其实都是开玩笑的 真的 凭本事挣钱 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不该被人嘲笑 你说刘嘉玲身上 哪有什么缺点 我咋吐槽他呀 我知道主咖是刘嘉玲的那一刻 我心里谁也不恨 我就恨我的爸妈 我恨他们 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女孩 如果我是一个女的 但凡只要是女的就行 不管是谁 如果我是无心 我是无心 我见着刘嘉玲 我也不用吐槽什么 直接抓住她的头发 质问她 你为什么 为什么抢走我的梁朝伟 多自然的 我是一个男的 我怎么办呀 我只能质问她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抢无心的梁朝伟 其实刘嘉玲 嘉玲姐梁朝伟两个人 夫妻感情非常好 你想梁朝伟 梁朝伟闲暇暇的时候呢 就会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飞去伦敦 喂喂鸽子 再飞回来 宁愿这样 也不愿好好在家陪刘嘉玲 我倒可以想象 梁朝伟一回家 刘嘉玲就亲手做好了 一桌子的饭菜等着他 烤乳鸽 冻鸽子蛋 鸽子汤 说呢 刘嘉玲还跟梁朝伟开玩笑呢 说回来了呀 你看你这鸽子多肥 都是你喂的 喂这么肥 你饿不饿呀 我煮碗鸽子给你吃 现在其实 真的 对不起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怀念 这个香港的老电影 说什么香港 现在的港片 不如从前 我觉得 不如就不如呗 其实何必这么纠结呢 遗憾 也是一种美 大家仔细揣摩一下这句话 遗憾也是一种美 真的 比如说今天 李大没来 大家很遗憾 但是我和陈璐因此来了 我俩心里很美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掌声有请 王建国 这太长了 这一段可以拿掉的 这啥玩意又长又不好笑 别那么痛苦 稿子不好可以慢慢改吗 啥搞的 我说的是这个视频 又长又不好笑 这不浪费我时间吗 那你看我这个 玩短视频就算快速特别好吃 我刚才看的那个有意思多了 大家好我是建国 刚才开场的时候 说卢正宇是主嘉宾 你们压根不信 脸上都是狡猾的笑容 压根不信 但是我们节目组一点也不尴尬 因为这种情况我们早就想到了 后来说张雨琪是主嘉宾 你们还是不信 这个我们没想到 直到现在为止 还有一些个别的观众 迟迟地望着身后的那个小通道 希望还有人能走出来 没有了 就是张雨琪 怎么样 我们节目是不是很酷呀 哪种酷 残酷 卢正宇 说是号称是这个周星驰的接班人 很多人不服 是卢正宇 卢正宇比周星驰差了一万多个张雨琪呢 哪能差那么多人 你想想卢正宇 比周星驰只差一个周星驰 你合进去吧 你想 你开动脑筋 你想怎么回事 你想怎么回事 肖肖 我们肖肖来之前的 我们就是采访过肖肖 问他说 对我们节目什么看法呀 肖肖说 哎呦 吐槽大会呀 单从点击量上来说呢 比奇葩说好 这也说明了呀 观众真的应该多读点书了 你看 啥话都敢说 对不对 而且逻辑非常奇怪 奇葩说 点击量不如我们 你呼吁观众要多看书 你不是应该呼吁观众要多看奇葩说吗 啊 肖肖还说 奇葩说出来的人 可以来吐槽大会 吐槽大会出来的 不能去奇葩说 说什么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无可取代 不是 是这样的 原因其实很简单 就是吐槽大会的人呢 出来之后去不了奇葩说 是因为人呐 人性里都有一个劣根性 这个劣根性就是啊 就是人呐 人往高速走 你看 要是 要是我的经纪人跟我说 说 哎 你吐槽大会 你说见过以后你就别去了 你去问问奇葩说要不要你 我肯定想 最近怎么了 我得罪领导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 但其实呢 都是开玩笑的 我甚至觉得 肖肖也不是一个 快人快语的人 他是 需要扮演一个快人快语的角色 你看我现在 我就需要扮演一个招日凡的角色 就是一回事 你看看就是 假戏真作 伯君一乐 这就是我们这个行当 对不对 你要说真说点心里话 我觉得 奇葩说 他是一个先驱者 如果没有奇葩说作为先驱 很可能就没有 今日内地网宗的繁荣 奇葩说 之于 今日网宗的恩情 就相当于 李湘之于王岳伦 沈畅老师 沈畅老师 就是大家对沈畅的印象 都是我爱我家里 那个小保姆 刚才大家也知道了 其实沈畅啊 曾经当过张雨琪的经纪人 无法想象 他们俩当年是怎么沟通的 太荒诞了 沈畅说 张雨琪你放心吧 我能捧红你 你放心 我有办法 张雨琪就问了 你有办法 你有办法 你自己咋不用啊 你混成这样 告诉我你有办法 其实 沈畅老师这个自信 我真的也不知道 从哪儿来的 你看啊 你能捧红张雨琪 周星驰都没捧红张雨琪 张雨琪 其实人家也不在乎钱 跟周星驰解约了 赔了周星驰300万港币 之后天天靠走红毯为生 走红毯 就能把这300万赚回来吗 你走红毯 一公里多少钱呢 打表不打表啊 是不是 是不是 头伤动力 是一个价 一公里 一公里 我说你怎么在红毯上 待那么长时间呢 绕路呢 都说张雨琪是新女郎 但是琢磨来琢磨去 你也没养过 钟星驰电影的女一号 你养的不都是女二号吗 天天演女二号 说自己是新女郎 你这 你小一门小二郎 但我 我还是很欣赏张雨琪的 你看 因为以前啊 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就是只有那种 气质如蓝的女孩 才能当这个新女郎 但就在张雨琪出现之后 我觉得连我都有机会 谢谢张雨琪 让我们看到希望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让我们掌声有请 美丽的大脚 王建国先生 你干嘛 你快上场 你再搞啊 我失道我失道了 别搞啊 你闹我用武术 他出去别打扰我 不许让我被接了 赶紧别打啊 你去去去去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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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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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对我发现了 哎呦我去 你这你这就看什么呢 哎呀不是我不是 这看一下 肖阳的快手号吗 啊找找槽点怎么出槽的 好看啊 看见何的 肖阳老师说的可好了 哈哈哈哈 哎你这个 你拿来吃饭 看什么 别了 哈哈 啊 哈哈 好大家好我是建国 哎你瞧瞧 今天呢 看到球山 我真是百感焦急 就想起我刚毕业那时候 找不着工作是吧 我也丑爸妈也丑 只能全家一起 然后呢 坐在家里看这个 乔山演的那些喜剧作品 真的哎呦一看呢 哎呦 疗以慰藉嘛对不对 边看边乐 哈哈哈哈 你演的什么破玩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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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真的你就 我这一边看 还一边等着念叨吗 点评 你看乔山这个小胖子 是吗 啥也不会 就凭着长得胖啊 就凭着会说东北话 这就能干喜剧 这 呀 呀 妈妈 我能找着工作了 哈哈哈哈 当然了 你乔山大哥 人乔山哥也很不容易 是不是 每天都在跟 就是跟在那种 比自己强那么多的 那个人的身后 你想想 成雄道地 嘘寒问暖 是不是 这份辛苦 你们谁能懂 你们谁能懂 只有王迅能懂 哈哈哈哈 王迅你也别生气 你也别生气 我对你没有任何的不满 你也没有欠我们的 是吧 黄博欠我们的 哈哈哈哈 欠我们一个解释 为啥 为啥把他带进娱乐圈 为啥 真的啊 你看极限挑战 那个节目 大家看过吗 看过吗 看过吗 人家那个嘉宾阵容 我的个天哪 黄博 孙洪磊 黄磊 张一行 罗志祥 王迅 你看这些了不起的人 你看这些了不起的人 了不起的人 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 哈哈哈哈 而这只手 是多么想 靠近这只手 跟他们拥抱 哎大哥 我就 就 不是大哥 你说这个娱乐圈 多残酷啊 你是混不好了 容易手疼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 高进 高进这个大哥都没人 高进这个大哥 我非常熟悉 人虽然一点不红 写的歌非常红 他写的那些歌 跟筷子兄弟那些歌 异曲同工之妙 人家那些歌 根本带来了无数的快乐 那歌你一听 你就想笑 哈哈哈哈 这也叫歌 笑完了你就想哭 因为你发现你已经会唱了 哈哈哈哈 真的 你一唱 你就怀疑人生 这不可能啊 你这歌 你这歌也不是我的菜啊 你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小鸭小苹果 哎呀 不是 我怎么能唱这种歌呢 我不能和他们一样 我们不一样 很可怕 非常可怕 真的 但是高进的歌 红到什么程度呢 朋友们 你去东北KTV 谁敢找一KTV 你从走廊这头 走到那头 你去听 每一个如唱的全是人家高进写的歌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你去这一屋一听 我的好兄弟 高进写的 这屋一听 哎 我们不一样 高进写的 这屋一听 哎 我的小牙小苹果 这怎么回事呢 旁边门口站着服务员 还给你解释呢 他们是外地演的 哈哈哈哈 陈志鹏 陈志鹏 志鹏哥这是大前辈 真的 大伙都知道 人家曾经是这个偶像组合的成员 00后的朋友们 不知道 不知道 我给你普及一下这之上 人家那组合 曾经是全亚洲最火的偶像组合 小虎队成员 什么 小虎队那最了不起的 花名 志鹏哥花名 小帅虎 00后的朋友可能觉得我还在开玩笑 怎么可能有人叫这么滑稽的名字 真叫小帅虎 另外两个人 一个乖乖虎 一个霹雳虎 你认识 00后的朋友可能已经按捺不住了 非常想看这部动画片 是不是 你怎么这么可爱呢 小帅虎 你是太可爱 武松来了都下不去手 小帅虎 志鹏哥哥小虎队里最最不红的一个 节目嘛 请别往心里去 最不红的一个 这么说吧 你们组合要是六个人 你就是王迅 你们组合要是只有两个人 你就是王太力 你要是 你要是只有一个人 你就是高进 你琢磨去吧 你想很复杂 你说 好 你该好 好好好 开头脑筋 苏友鹏 吴奇隆 多么大的明星 这么粗的大腿 摆在面前 陈志鹏当他们不存在 我们志鹏哥 自力更省 发问图强 混成了今天这样 很遗憾 现在他们不以小虎队的形式 出现了 不管以前多么火的组合 都经不住时间的璀璨 经不住时间的璀璨 听明白了吗 肖阳 再等两年 别着急 是不是 有那天 肖阳之前来过一次吐槽大会 第一季 自己来的 但是这个事 太力哥 王太力 他也知道 是我现在说完了 他刚知道的 这回 肖阳大哥 您还想来 而且想当主嘉宾 我们很为难 我们说 肖老师 实话实说 您这咖位 您说你自己来当主嘉宾 肖阳一听 自己来不能当主嘉宾 没说自己来 筷子兄弟 不离不弃不弃 我这一套说起来 可能好像在讽刺这种兄弟情 其实没有 是这样的 真正的好兄弟之间的感情 那不是我开两句玩笑 就能够撼动的 对不对 我觉得 王太力大哥 真是拿肖阳当兄弟 肖阳拿王太力当王太力 你想 你琢磨 你想 你看这字面上没毛病 但是我觉得 太力大哥 真的 你高兴一点 没事 就是你是你高兴 你是小鸭小苹果 对不对 肖阳大哥 你 你敢看着王太力说吗 你 我不敢 太力哥 你是小鸭小苹果 但是只有肖阳才能活活活活活 那算好了 让这 肖阳 祝你成为第二个黄渤 王迅 不是 王太力 祝你想开一点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